各位观众和各位观众生团体联合协会 为了协助助世家庭的学主顺利就学 今天在冲新学医基盘联合作学华董 有22个众生团体以及生身人士 关注63万6千块奖祖学金 跟随身体的丁丁爱心礼品 除了免礼在困境当中 立政上有的141名便宜货学主之外 副官党五方明也颁快 主持人团体感谢真感恩敏感主员 提供困境当中的孩子冰心的机会 两千块到一百块 那么捐助了63万6千元 然后来透过就是校型的楷模 那以及就是特殊的表现 还有学习的领域上面 我们分别颁给他们2000到这个1万元的 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家庭困顿 然后能够力经中来学习 透过教育来翻转自己的一个生命 那也可以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阶级流动 透过学习 然后以后有更好的一个成长上的一个空间 那我想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校型 校亲的楷模里面 事实上有非常多感人的 有温度有洋葱的一个故事 那这在告诉我们 事实上家庭在任何的困境之下 那还可以就是一方面读书 或者是先去工作再回来读书 然后甚至照顾自己的一个爸爸妈妈 然后共同和家庭一并来做一个成长 然后能够想要力争上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感动 各一观主战团体联合联合理事长如本前 免得受帮助的合作 可以在这个疫情当中感受到乱用的背叛 就好成像向日葵 近随着用功的家庭 也向人生的空中带兜 并且押入向日葵的经济 团体心中的乱业 既要社会友爱 就会成为保障心中的态用 为中丹青家庭的小军 困兴兴兴兴兴 她的母亲当以前因为亿余的保障贪婚 家庭顿时经济几条 各个为到家庭 孙岛将军更去家庭 这些生质以及在家表现优役 无法处理人丹佑 她为到照顾母亲中等客业两天 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但是算将来没完蛋 最近现本重来信 家机关彩虹报到 再见 再见 好